漂亮這個房子 今天還是天氣 現在是天氣還不夠亮 已經有點暗了 這個藍天白雲搭上這個水景很漂亮 是的 而且我告訴你 你買這套房子就不缺 不缺魚蝦吃 缺魚蝦吃 螃蟹 抓龍蝦抓螃蟹 抓龍蝦抓螃蟹 抓螃蟹抓螃蟹 我的天啊 感謝昆州的夥伴Ivan 我們有雪梨的買家在詢問黃金海岸的物件 因為我們都知道雪梨的房子就是比較貴 那它同樣的價格 它在黃金海岸可以買到很好的房子 所以今天感謝Ivan 又來帶我們黃金海岸來看今天的房子 對的對的 Jerry你好 對 今天我們要帶大家看一下 我們這裡是一個豪宅區 這是在Habatown海港城的後面 Habatown 這是一個水邊的大地豪宅 水邊的大地豪宅 哇這非常感謝 那今天這個房子的基本資料呢 大概土地多大 建築多大幾房 OK 我們現在是一個五房 五房 四位的一個物件 我們的土地面積是779坪 然後我們的室內面積是415坪 然後我們的Outdoor Area 澳洲那個燒烤趨勢66坪 所以是一個非常大的物件 而且我看那個車庫啊 車庫旁邊還有一個 那是小車庫嗎還是 那是三車庫 三車庫了就是 所以說你再移三個車進去了 這個位置是 三車庫 OK難怪 你進行一下 OK 三車庫啊 OK 好 那這個燈都已經打開了 聽說房主也在裡面是吧 房主也在裡面 對的 房主也在裡面 而且呢 我們今天我們拍攝就有點不一樣 我們先拍一下我們的水景 然後我們再拍 因為現在趁我們黃昏啊 還有那個燈光 那個陽光 就拍一下我們的水景 然後再拍我們的室內 好吧 那我就帶大家看一下我們這個的水邊豪宅 先我們討論一下這個水啊 那黃青海岸這水邊豪宅呢 有分的齁 分的很 分的很仔細的 那為什麼有的水邊房子呢 五六百萬一套 但是有的就不過兩百萬 OK 所以水 就因為它 對你說 所以水也是有差別的啊 非常大的差別 主要是取緣於水了 我們看一下 這個我們的房主呢 在 在今年呢 剛做了一個全新的裝修 所以裡面的裝修 基本上是全新的啊 因為是二手房啊 看起來它不像二手房 它整理的 維護的很好 還是因為加上它自己 也有裝修過就對了 大概多花多少錢 大概今年花了幾十萬 好幾十萬金的裝修 是今年的事情 所以是全新裝修 而且它整個房子的設計啊 當時設計是比較時尚 所以一點都不顯老 OK 好 我們回到那個剛剛的話題 我們先到後院那邊看水邊那邊 好的沒問題 那我們先看水邊的 那我們就進去 直接到後院 對我先看一下他們的碼頭 對 來瞭解一下 到底什麼樣的 靠什麼樣的水 會有價格上的差距 因為我們知道黃金海岸 其實布里斯本也一樣啊 靠水的房子一定價格會比較高一點 那有一些真的就是五六百萬以上去 有一些可能不到兩百萬就有 那差別到底在哪裡 那黃金海岸呢 我們這邊的水啊 是可以出海的 布里斯本的水邊的房子 是河邊房子 就基本上差別就 首先就取決於你的那個 你的船能不能出海 水的水 我們在 第一點就是水的深度有很大的關係 第二個就是你的房子出去海 當然就是說太平洋要經過多少個橋底 是第二個 第三個就是你的水路要要多久才能出去太平洋 是第三個 因為其實我們買水的房子啊 都希望你能放一個很大的遊艇 然後可以出到太平洋那邊去 這是最大的就是說 買房的人的最大的一個希望 所以這個話他們 那個就直接影響了這個水邊房子的價值 為什麼我們黃金海岸 帝王島 Runaway Bay 這邊的房子 一定是比南邊的 Mummy Water這些的水邊房子要貴 是 因為他們就是小河流 他們是河流 他們要出去 要出海 要非常非常的久 是 而且他們的水 你看它不是深水碼頭 你看我們這一個 這套房子 一個270度的 這是個270度的水井 是 在這裡 OK 270度 對 然後我們這邊 這個房子 我們這邊的碼頭 有9米長 一個9米的碼頭 那裡可以停那種非常大的一個船了 是 唯一現在我們可以影響的呢 就是要過兩個橋 是 前面是第一個 你們看到嗎 你們看到嗎 前面就是第一個橋 第一個橋底 然後在外面外背的水裡還有一個 所以我們這裡可以放一個中型的船 是 不能放大型遊艇 可以放中型的船 OK 那像這樣的房子 你剛剛說五房 然後三個車庫 然後四位 這個是大概差不多幾年蓋好的 原本 原本它應該是2007年的註冊的土地 他們蓋的時候應該是2010年左右 OK 雖然十幾年 可是看起來都還是新的啊 好 那我們就繼續往下看 OK 我們看 我們外面呢 就這個 我們的屋主呢 這邊做了一個barbecue 嗯哼 這邊做了一個 另外一個barbecue 而且它在碼頭的旁邊呢 這裡有一個 因為我怕那個 信號不好 它這裡下面呢 是一個3米乘以11米的泳池 哦 漂亮 我們可以走下去看一下嗎 可以走下去 OK 我嘗試 我就怕那個網絡不好 OK 這邊是一個3米乘以11米的泳池啊 OK 還可以 然後呢 如果你在這邊呢 游泳 開那個泳池Party 這邊就看著 這邊就是水 你看這邊就是水 哎呀 這在 開泳池Party 是標準配備啊 黃金海岸水邊房子的 標準配備啊 對 而且你整個大平台哈 你看我們整個後花院 做的那個 是沒有多少的綠植哈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呢 打理非常的容易 就是不會說很多的事情要打理 但是也不缺乏綠植 你看後面那些樹 那個棕裡樹都種的挺好的哈 很有熱帶風情啊 很有熱帶風情啊 對的 所以它整個後院啊 可以說你在 有朋友有客戶 來這裡 你看 喝喝小酒 看著這個風景 這邊泳池 看著這個風景 你看這個風景 這個水的風景 是啊 可以說這個房子算是這一圈裡面最好的一套了 因為它這個碼頭的位置哈 而且270度 那我們就看一下我們這個裝修 好 看看 為什麼就是說 一年時間 就是說我這個房 最近這一年哈 我們這個房東是做了多少的成長 好 漂亮喔這個房子 今天還是天氣 現在是天氣還不夠亮喔 已經有點暗喔 這個藍天白雲 搭上這個水景很漂亮 是的 而且我告訴你啊 你買這套房子就不缺 不缺魚蝦吃哈 缺魚蝦吃 螃蟹 抓龍蝦抓螃蟹 抓龍蝦抓螃蟹 我的天啊 OK 那我們先看一下從這邊進來 從大門進來 我們可以看到呢 就是 我們這邊的屋主就把所有的地磚都換了一遍 這邊都是那種 600X1米高的那種大地磚 OK 脫子 然後 然後 一會我們再拍那個書房 好 然後我們走過來這邊 他這邊呢 還有一個Fitcher 還有一個流水的Fitcher 在外側 你看到嗎 有看到看到 然後呢 我們先看一下他的那個影視聽 你鏡頭可以再上一點 你鏡頭太下了 OK 我們先看一下他們 這也是他的影視聽 視聽好 視聽是 OK 視聽是 對的 看電影 他上面也 對的 他上面還裝的是一個投影 享受 享受 OK 然後 這邊過來了 這裡呢 應該是他的一個 喔 他這邊呢 這個 不需要喔 喔 這個好需要喔 當勤 還有這個 價值股 喔 非常需要 大房子才有辦法 天啊 要多賺錢 開門我們要多賺錢 對然後呢 他們這邊是他的那個客廳 那個飯廳 不好意思啊 飯廳 你看一下他整個的那個布局 一點都沒有那種 一點都沒有進房子的感覺 其實他整個布局是很時代感 是 這邊是他的一個客廳 這邊客廳也可以看電視 這裡還裝了一個 那個 冬天可以用的 那個 壁爐 哇你這個 壁賣啊 你這個又在海港城附近 這個壁賣 這個離海港城那邊 大概車程多久 不要說車程 我們說走路好不好 走路五分鐘 那就是車程一分鐘 OK 你這壁賣啊 一定賣的 OK 如果你要去ABPatterson 這個算是我們坤州最好的中小學了吧 嗯 還前五 ABPatterson 就對面馬路過去 OK 所以 開車也就 對 開車也就五分鐘之內 就要到了 好 所以他的這個廚房 他這邊廚房也有等待過 他這個廚房是用GAS的天然氣 OK OK 好了 他這邊就是出去他的那個三車庫 他這邊就是出去他的三車庫 好 沒關係我們知道了 剛剛另外那個比較小的車庫 這個也是有效果 然後這邊就是這邊的那個 對他們相通的 其實相通的 OK 好 這裡就是他們的那個 Patterroom 好的 Patterroom也有過裝修 你看他 我可以看一下他的 Future 這個風格有點像一些知名開發商商鏈的風格 有像 我直接就想到有開發商他就喜歡這樣子做 我就不說名字了 我是覺得有點像 他最近是有一套很好的 然後我們看一下 這也是他的樓空二樓 跳高 二樓是樓空的 是 跳高對 我們現在就上樓 這樓梯設計也不錯 這樓梯設計也不錯 不適當 他是那種 我們的那種豪宅風格 就是彎上去的那種 那一種 環形的那種樓梯 是 因為他本來就是一個豪宅 豪宅都做圓弧型的 有弧度的 然後呢 這裡是二樓的一個 小客廳 因為房主他沒有買太多的家具 因為這個房子比較大 他這裡應該是擺一個 小沙發小茶具這樣子 一個二樓的休息區 也可以用來做小孩子學習 是一樓在宴客的時候 小朋友可以在二樓的Living Area OK 然後直接面對合景 這個合景漂亮 對 這個合景很漂亮 然後他這裡很厲害 他是雙主握的一個結構 五房 然後雙主握 雙主握 這是第一個主握 OK 他的主握 我們的外景可能已經黑了 他這邊呢 可以直接看到我們的 這裡正好黑的就更好了 更好了 我們這邊可能也沒看到 這裡直接看到的就是ServicePire.Secure One OK 好 直接看到City View 對啦 City View 好 那邊最遠處的那些就是City View 我看一下 這個打開 讓人看清楚 這人好多 是啊 OK 漂亮 所以你的主人房是對著合景的 第一個主人房對合景 嗯 要多賺錢 我看到這種房子 我只是想說要多賺錢 其然我沒有想什麼 對啦 然後你看他主握 他的那個主衛 他的主衛 他的主衛呢 房主也是很有心思 他這邊 做了一個 FREE TEN的那個八號 而且旁邊有女主人需要的梳妝 對的 女主人需要的梳妝桌 喔 這女子 而且他這些都是 這些都是Pantation Sock塔 你看 嗯哼 然後他的淋浴空間 你看他淋浴空間 嗯 淋浴空間很大 然後跟那個馬桶是分開的 對的 馬桶是分開的 這是他的 這是他的Double Basic 他兩個Basic 標配 主衛的標配 對的 所以這個房子非常大 嗯 然後我們過來這邊看一下他另外的主衛 好 這是第二個主衛 他這個主衛呢 你看 他也是一樣的C9000配置 了解 那個view看出去一樣是剛剛那個河道 對的 那個view也是同一個河道 也是能看到那個Service Paradise 很寬的 都能看得到 的view 留給兩個主衛室 對的 所以為什麼 為什麼我說這是妥妥的豪宅 就是這個原因 你看 你看 兩個主衛都是小陽台 你看那些小陽台拍出來的夜景 直接都可以上IG了 對的 好的 這邊是第二個主衛 然後你都有各自的衣� 對的 好 中央空調 剛剛看到了 每個空間有各自的空調的開關 然後我們看一下他們二樓的這個衛浴 你看他有一個衛浴在這裡 嗯哼 好 好 中央空調 剛剛看到了 每個空間有各自的空調的開關 然後我們看一下他們二樓的這個衛浴 你看他有一個衛浴在這裡 嗯哼 他有一個衛浴在這裡 他有一個衛浴在這裡 好的 然後呢這邊呢就是他的 第三個房間 他的女兒的房間 了解 那這邊的view看出去是什麼 這邊的view看出去是我們的街景 現在天黑了 我們要拍照一下鄰居 其實鄰居的都是大豪宅 你們的鄰居每一戶 每一家鄰居都是在類型的房子 就是大豪宅 了解 這個 因為他兒子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他在最防茫的區 有一個最安靜的一個地方 嗯 你沒有聽到外面有豪宅的地方 但是你這個區是絕對是旺區 不是那種很偏遠的小區 因為這海港長就有隔壁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千金買房萬金買零 很重要 很重要 我告訴你 這個區我也是攀上很久了 這個位置 這個不錯 你很喜歡 對 哎呀沒有錢啊 看到這種房子 只恨自己沒有錢啊 我告訴你這個區我當時也是攀中了很久 這個位置 是 我家裡這裡也不遠了 我家裡這裡也就十分鐘 真的喔 真羨慕 不像我們台灣啊 台灣都只能住高樓大廈比較多 我們這種獨棟別墅有好幾億台幣耶 這個就是我們這邊的這個大豪宅的這個原貌 那我出去找地方結束一下 好的 因為它外面黑 我就在這種 餐廳這裡 這個位置應該不錯 這個景 因為我剛剛看到房主有在裡面 這個方便問一下房主 他會露面嗎 還是露面 我再問一下房主想不想露面 我去爭取這房主意見啊 房主想不想露面 好 OK Jerry房主就在我們的旁邊 好的 那個 第一個問題就非常的敏感 因為我們知道這是二手房嘛 那方便透露一下售價嗎 屋主想賣多少呢 後價在這裡我們不方便透露 但是我們歡迎任何的offer 所有的offer都可以交給Jerry 或者交給我都OK 那offer至少要多少以上呢 讓我們有個概念 不然我們客人不小心亂送 這個的話 你查一下周邊的售價 我們大概也知道了 就是說最近我們附近的一套 沒有這裡裝修漂亮 也是我朋友的一套房子 他們是賣了240週萬 OK 所以這個的話 強新裝修 這肯定是在這個價格往上要走 而且它的那個水沒有這個漂亮 土地有這邊大嗎 也沒有這邊大 房子也沒有這邊 房子差不多 但是總面積沒有這邊大 主要是裝修沒有這邊豪華 這倒是真的 你這個已經算新房子的裝修了 OK 它的那個房子就在我們的隔壁間 所以的話 肯定要在這個價格往上走 而且不是一點點的往上走 那因為房子有順便裝修了一下 那可以方便問一下屋主 就這個房子而言 有什麼特別需要讓未來的買家注意的 比如說有哪邊可能需要特別的注意裝修 或者是哪邊有壞掉方便透露嗎 這個房子經過完整的整修 可以說是拎包入住了 一點暗病一點毛病都沒有 從花園到房子之後 到裡面裝修 到任何很細節的地方 都是沒有一點暗病的 這個可以擔保 所以在披露文件上面 就是可以讓買家放心 就是這個房子沒有什麼特別需要 特別注意的地方 比如說屋頂漏水啊 或者是哪邊可能有漏水啊 電路怎麼樣的 都不用擔心 什麼都不用擔心 基本上你可以引發入住 可以這麼說 好的 那如果我們要送出offer的話 至少大概要多少錢 屋主才會接送 你給我一個邀約 然後如果有在黃金海岸的 或者布里斯班的朋友 或者悉尼 interstate的朋友 有興趣去看這個房子 也可以跟Jerry 或者跟我約個時間 我們先聽一下價格 好的 但是的話 價格的話肯定要reasonable 因為這些價格上的東西 其實很透明 你在附近看一下 對吧 而且這種碼頭 這種景 要reasonable的一個價格 好 那UOI有 屋主有要求說 特別要多少錢嗎 比如說5000或1萬 UOI的話 要超過 要可能超過5000塊 OK 那就抓1萬 對 我們要抓1萬的UOI 對 好的 那 價格的話 我們就是再來討論 可以 價格後我們再討論 好的 那如果到最後確定 成交沒有買成的話 我們這個UOI一樣 都是可以退還的 對不對 當然是 這是根據我們的當地法律 當地的這個 荷蟲的荷蟲法 就是一模一樣 對吧 對 房主 房主 屋主有什麼特別想要交代給我們觀眾朋友的嗎 屋主 屋主 因為他的女兒 跑到一個非常好的布里斯班學校 所以他打算去搬去布里斯班 所以才會賣這套房子 要不然的話他也沒打算去 就是說這麼快去出售 因為最近 那個裝修成果也非常的貴 然後房價也非常的高 就是說 現在的房子 雖然沒有說像上億那麼瘋狂 但是交易還在不停的發生 市場還在 市場還在 而且其實他就算黃金 和這樣子的漂亮的房子賣掉 他在布里斯本買 同樣等級的也是貴 現在房價 OK 好 那今天非常感謝Ivan的鏡頭 帶我們來看黃金和安這樣的一個房子 那各位觀眾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那今天的內容就先到這邊 Ivan我們下集再見囉 謝謝Jerry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